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的表现是这个样子 外在这种情况之下 将这枚硬币穿透进玻璃杯里面 看好咯 仔细看 这样这个地方 一 二 三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没有看错 硬币非常不可思议的穿透进去 你看一下 玻璃杯的杯底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结实 结固 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魔术 谢谢大家 OK 大家好 这个魔术呢 怎么表演的很简单 是一个纯手法魔术 首先你需要碾霉硬币 然后一个玻璃杯 好 还需要学习一个藏硬币的手法 这叫做古典藏壁法 这样 把硬币呢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用你的这个地方的肉夹着 这样可能掉不下来的 夹着 这个要稍微练习一下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夹住 对不对 好 这样就可以拿住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硬币 这样的往上 一 二 三的时候 它硬币呢 这样 自然的落到你的手 手里面 好 这样 一 二 三的时候 然后把硬币直接 让它自由落下去 就行 然后 三的时候 然后同时 落下去的同时 上面这个手这个地方 夹落的地方松开 然后 让硬币落下去 然后连贯起来看呢 就感觉像硬币穿透进去了 一 二 三 好 这个你要确确保它能够 准确的落入这个杯子里面 一 二 三 然后这个时候呢 趁观众心下的时候 你这个硬币就可以处理掉 对不对 你可以先 你可以把它藏在手里面 很自然的 用手指紧上把藏了就可以 你观众检查这个玻璃杯的时候呢 注意力在这边 你就可以把这个硬币给扔掉 或者放口袋你都可以 就可以处理掉 非常不错的一个魔术 纯手法魔术 硬币如穿透风力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魔术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 下期 再见